Hello 大家好 五日 星期一讀書Live 今個星期一我真的在阿布達比 所以你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人在中東 上個星期其實我在香港 但因為太多東西 我自己都很混亂 因為旅遊很多 所以就搞亂了 但現在你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確實人是在中東 今天這個讀書Live 我們想搞搞新意思 不講書 就是想講一套電影 為什麼會想講那套電影呢? 因為那套電影就叫金手指 金手指就不是說中原地產 督美聯和香港置地那一宗 那一宗是因為他們合謀定價 收容收2% 後來中原就馬上轉換這個角色 接受了優後的條件 就是金手指就把其餘那兩家出來 於是其餘那兩家 現在就要被罰款 兼且有些高層在一段時間之內 就不可以再在公司裏面做高層 但金手指就不是說睹背脊的 是說金牌莊家點石成金的故事 這個故事 其實如果大家去近年 哪一宗爆煲案 爆煲的案件 是要上A1頭條的呢 因為他不單單只是一個商業生意做到爆煲 而是他的生意爆煲會影響很多人 即是輸身家的 那個就是恆大 即是許家印 許家印現在欠的錢是2.39萬億 這個數字其實都想像不到有多少錢 我可以這樣說 他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欠人錢最多的男人 但恆大許家印的故事 其實坦白說 如果你看回當年香港的佳寧案 香港的佳寧案 陳重青都可以說是他的秘組 應該是許家印 小時候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陳重青的故事 去偷師學東西 當年佳寧案 其實當時是1979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小時候 但因為你一定都會聽過 雖然你未必知道來龍去物 原因就是佳寧案 其實整個佳寧集團 由零到崛起 成為一個點石成金的王國的時候 到他破滅 其實只是5年期間 1979年去到1983年 但他審了 審了去九幾年 即是去十幾年 所以當我們在香港長大成長的時候 雖然我們未必很清楚 佳寧案都是說些什麼 但你一定聽過陳重青的名字 一定聽過佳寧集團 不單是新聞on and off都有說 還有其實他們當時投資了很多食股 灣仔一帶都有 所以你一定會去佳寧酒樓喝茶 所以佳寧案都是香港的一個共同回憶 坦白說 為什麼我會說許家印向陳重青偷師呢 他應該就是陳重青的詐騙案的秘組 因為其實所有的原理都是一樣 當你看完恆大的新聞 就經常在我們的新聞報道有 或者你在網上也聽到很多有關恆大爆煲的情況 就是因為他簡單來說是一個龐市片局 他的槓桿是很厲害的 其實他公司的負債比率大到嚇死你 他的資本很少 但他就不斷借貸 然後就跟很多不同大的富豪 營造了一個假象 就是他很有錢 就是中國的第一富豪 總之貼上去沒有死的 所以你看到香港很多 就是那些爭脫邊的富豪 各個為什麼都會落搭呢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雞棚實在搭得太漂亮了 還有其實這個騙局 或者叫龐市騙局 就是超大型的龐市騙局 其實只要他一直這樣走 其實在這裏有錢進去的話 其實他不會爆煲的 我有很多做生意的朋友 都跟我說的 做生意當然你的利潤很重要 但其實更重要的是Cashflow 只要你一直有錢進去 那樣東西一直走 其實你未必有很高的盈利 但是大家都碰到這些糖水的時候 都足以是蜂衣足食的 所以這個恆大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但是一突爆的時候 發覺原來他欠2.39萬億 你想想2億 你都還可以figure out 2億是一個什麼concept 但是2.39萬億 其實真的很難figure out 到這個concept 到底是有多少 但是其實呢 八幾年的時候 香港就已經有一個了 那個就是陳重青 那所以為什麼他會拍這個drama呢 就是你會令到你很期待 因為本身的case 都已經是juicy到不得了 還有有很多事情你是解釋不到 其實他是審了最長的 所以十幾年 到九幾年才審完 就是陳重青最後搞了這麼大堂的事情 就是死了四個人 包括法官包括廉署的調查員 也都包括他一些查數的人 死了四個人 待會我們再go into details 人死了四個人 個個都說沒有證據是謀殺的 個個都說是自然死亡的 就是這件事其實都真的 是不是聞所未聞呢 不知道為什麼香港警察 為什麼那個時候 是不是弱了一點呢 如果我們今天有這個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去帶領的時候 可能整件事就不一樣 有李家超又超超去帶領他去查案的時候 可能就是不一樣 但是那個時候所有人都找不到原因 就是四條人命 都是related to這個階寧案 審了十幾年 但是最後呢 就是主角人物 是輕輕的 就是高高舉起 就輕輕放低 只是判了三年 詐騙 還要是 在肌流病房年幾 就是他說他是心臟病 年幾在肌流病房 然後就放了 之後呢 現在的陳重青還是健在的 他是一九三幾年 他是一九三五年出生 所以其實他現在呢 都只 即再過多兩年 其實陳先生就九十歲了 他離開了監獄之後 其實一直都是過著很富泰的生活 很低調的生活 很富泰的生活 但是整個階寧案 我最近十幾年沒有蘇引財富化為烏有 你現在買了印股票的朋友都化為烏有 好像富豪記者會這樣說 人家問他你到底輸了多少 那你算不算賺 可能是對沖 但你講的都是一個不少的一個數目的數 很多小股民 那時候都不只是大富豪 而是很多小股民都是有階寧的股票 那麼多人選手 死了四條人命 沒有了四條人命 然後是 那麼大宗雜騙案 我選了十幾年 但是主要人物 男主角都只不過是判了三年的雜騙 然後沒有坐足三年 年多在肌牛病房 然後就放了 到現在都是 就是 逍遙遊 雖然他非常之低調 低調到 全民說 陳同青是不拍照的 即是不拍照的 如果你想去Google去搜尋一下他的資料 你會看到其實他找到他的樣子的相片 其實確實不太多 所以 加寧案本身就是 待會我們再說一下 為什麼 我會說他是 許家印 不知道是不是看了陳同青的 自傳 在裡面 學會這些 這些 的伎倆 待會可以說 這件事 還有很多事都是毛頭公案 最奇妙的 是整件事 很多位都是毛頭公案 還有 為什麼說這套戲 除了劇情 因為真實故事 真實故事 永遠是被作出來的東西 是更有說服力的 因為這樣也可以的嗎 你編劇都編不了這麼可憐的東西 還有 這套戲 就是 梁慶偉 還有劉德華 記木屋雞無間道之後 再一次合作 二十年之後 二三年 金手指 又再撮合 又是同一樣的 無間道的班底 今次就英王拍 又是梁慶偉 還有劉德華 亦都是香港現在經濟 是非常之低迷的時間 這套戲可不可以 幫香港人打打氣 令到社會氣氛好些 希望可以 起碼大家都多些出來消費 星期六天就不要上深圳 不要經常上深圳 我是香港的大好友 我經常都覺得 留港消費 貴有貴消費 便宜便宜消費 看一套戲 四個人看一套戲 吃一頓飯都可以 當然 還有 梁慶偉 我相信現在 沒有香港人不喜歡他 還有我經常覺得 梁慶偉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他是影帝 康城影帝 他的藝術成就 不單是香港人 亞洲人的認同 亦都是全世界 喜歡藝術的朋友 都認同了他的藝術成就 而他是社控的 他是不喜歡交際應酬的 我有一次見他 在IG裡面 跟他太太 劉嘉玲 嘉玲姐 跟一個日本廚師 還是設計師 一起拍照的時候 他穿著對襪 他的腳趾搭著 有點緊張 那些人特別是 描述他的腳趾 所以其實 一個不懂交際的人 一樣都可以做得非常出色 不單是香港人認同 亦是全世界的認同 所以為什麼說很勵志呢 因為對於身邊很多 不喜歡交際應酬 不懂交際應酬 看到人會很感激的朋友 其實真的 他們會覺得有個 Role Model 這件事很勵志 我完全同意 我小時候會覺得 機會是來自人的 你當然是 會跟別人打招呼 會跟別人交際應酬的時候 機會會比較多 現在這個想法 去到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不會說我自己全部是錯 但是我會覺得有另一個角度 就是一個人 說到最後都是實力 無論你搞政治 你做YouTube 又或者你搞藝術 其實最後都是實力 有禮貌就足夠了 你說是否真的要很認識他 打關係 其實我也不需要 尤其是藝術家 因為藝術家是一個很奇特的行業 有時候你太會說話 那些人反而就會覺得 嗯 就是 反而你那個 帶前提要有禮貌 但是如果你不太喜歡 不太認識跟別人打招呼 比較沉密的話 其實還有他那種神秘感 當然如果你要做YouTube的話 你就不可以這樣 你對著你的鏡頭 不說話的時候 有些人就走了 對不對 所以我也很期待這套戲 Anyway 講回這個佳寧案和恆大 我也說了 許家印是這個世界上 欠制最多的男人 而為什麼我會說他 其實是 不知道是否抄襲陳松青 或者學習陳松青 因為你會見到 他們整個崛起的過程 是很像的 還有那個手段 其實也是很像的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就會覺得 我有一個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人類在歷史裡面 學到的唯一教訓 就是人類從來都沒有在歷史上 吸取任何教訓 就是 就是你會發覺 你經過這個佳寧案 那麼多人選手 當恆大再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依然是會相信的 都依然是會忠過去的 那真的沒有辦法了 所以歷史是不斷重複就是這樣 因為人的memories 其實真的很短 他們是 不會記得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他們不會吸取教訓 只是被眼前的事情 他們就會著迷 所以如果很懂掩眼法的人 就是很懂製造假象的人 那就真的會肯定會贏 那麼 你說許家印和佳寧案 是怎樣似法呢 先說佳寧案 佳寧案 其實對於陳松青本人 到底他在哪裡出生呢 其實到現在都是總說昏雲 有人說他在馬拉馬來西亞 都說不是 但是他是新加坡籍 但是他的確是英國讀過書 他是土木工程師 他是土木工程師 但是其實他在新加坡生意失敗 他是破產的 一直都有傳說 就是陳松青不喜歡拍照 原因是為什麼呢 難道他是倒閃 原因是因為他曾經破過產 我相信因為他破過產 所以最好不要拍照 他的背景是很神秘的 背景很神秘的時候 你就更加搞不清他的資本來源是什麼 那好像我們這些 老老實實的人 如果那個人是我搞不清的話 我就一定不會黏在他 所以我們這些 就永遠都只可以 踏踏實實地過生活 就好像陳松青這些大起大跌 其實他都不算跌 他只不過是 創造了這個夢幻的王國之後 但不過五年之後 其實他和許家印都遇到不可抗力的原因 是這個神話 這個夢幻的王國是破滅 許家印就是遇上COVID 兼遇上習大 而這個陳松青就是遇上了什麼呢 遇上1982年的信心危機 兩樣東西都是跟政治有關的 所以正商正商永遠都是脫不住的 我稍後再說這些歷史故事 總之 這個陳松青就是 他在新加坡 來到香港的時候是37歲 而他搞這個階寧集團 由零到沒有 發展到金手指 就是點石成金 只不過是五年到它破滅 這個循環只是五年的時間 真的很強勁 而他涉獵的範圍 包括什麼呢 包括韓運 交通 旅遊保險 地產 飲食 酒店 甚至娛樂事業 你會否發現所有的行業都是 尤其是在短時間發起的時候 譬如洗米華的檔 其實都是這樣的 很短時間 其實很大部分都會涉獵娛樂 因為容易成名 容易被人知道 所以你會看到大家的發展史 都是很像 是很短時間 撲不聲爆出來 然後就是橫掃 撲不聲大出來 然後就橫發展 行行都是涉獵的 是成為了一個佳寧集團 是一間有二百多間公司的多元化的集團 還有就是 他那時候來到香港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我相信電影都會有的 就是叫鍾正文 因為其實他來到香港的時候 首先他加入了一個叫益生集團 是做項目經理的 他跟鍾正文發展這個地產項目 這個其實應該是他最早時候的拍檔 但這個拍檔後來 陳崇禎爆煲的時候 他在法庭裡面說過 如果他可以殺的人 他最想殺的第一個人就是鍾正文 因為鍾正文其實是 跟他合作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發現其實是很多的問題 那跟他合作的 陳崇禎合作的五個項目裡面 已經是負債13億 到最後呢 第一個人走路 就是 第一個走路那個就是鍾正文 所以其實到現在鍾正文的下落 大家都是沒有人知道 但Anyway 到底佳寧是怎樣發責的呢 就是他第一件事 首先就是入股市 入股市就是他買殼上市 找了美漢企業的一個賣殼 然後借殼就上了市 上市這個步驟 其實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因為你去到股海就沒有邊 股海有無數的股物 到最後最大夠錢的話 當然不會就是 只是借貸 借貸是一個sauce 但一個sauce 是不夠 不夠這個vehicle 不夠強 於是除了是借貸之外 他就是入了去 借學上市 於是上市之後 他就可以發股 發生股 發生股就可以集資 你想想那裏有多少錢可以吸 所以為什麼 例如之前 林作中了JPAC 那個影響不是那麼大 因為其實他的範圍 雖然他每一個人拿出來的錢都不用 但是他的範圍都是千多人 都不是很多 但是一上市的時候 整件事的公共性 公眾性就很大 因為牽涉很多很多小股 於是那時候 79年 他就是買學上市 上市之後 做了第一宗交易 就是金門大廈 金門大廈其實是佳寧案 一個很重要的個案 亦都是幫他 怎樣都可以發職得這麼快 上市集資 他第一個很重要的交易 就是買了這個金門大廈 買這個金門大廈 他是用差不多10億港幣去買 那為什麼這個交易這麼厲害呢 因為第一 當時沒有一個 就是那時候 一般都是散 一個個單位買 但是一棟都買 他是第一個 那時候成棟金門大廈買 還要是買了 即是很厲害的地方 是買了9個月之後 他10億買回來 在9個月之後 他17億買出去 他只是9個月內賺7億 你想想 9個月內賺7億 這件是一個什麼 神乎其己 那你不是說 怎樣才是成金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陳松青這麼厲害呢 原因就是因為 怎樣才是成金 人們覺得這個人 真的黏著他 就一定無需了 於是他那時候 因為他已經上了市 尖培中 一眾人等 現在唯一還在水面上 就是尖培中 那尖培中 為什麼有金牌莊家的美羽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 他跟陳松青有幫助佳玲 這一單的金門大廈 就是買回來10億 9個月之後買回來17億 短短9個月賺7億 就令到佳玲的股票 是由16元 即是由這個 不是 由5億的市值 一下就去到36億 這個市值 那麼佳玲這個 除了這個金門大廈 這件事之後 他不斷做了很多 一些好阿拉明的交易 令到那些人 對他是點石成金 是深信不疑的 另外一單 就是他幫這個赤柱 有8棟豪宅 但是那時候 是在1980年代的時候 一棟豪宅是說400萬 但是他可以以兩倍的價錢 800萬賣出去 一次過他可以買了8棟 你想一下 有什麼生意 利潤可以這麼高 還有有什麼生意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厲害 做生意 你說是不是 李超人都要讓位 據說 一些很少度的消息 李超人都是有高人的指點 一定要避免這個人 一定要避免這個人 所以我相信 在那時候 當陳重青 呼風喚雨 大家都為了陳重青 和佳玲發狂的時候 相信有息之事 一定是站在一邊 因為一看這些 就是不對勁的 但是有息之事 其實始終都是好事的 社會上清醒頭腦的人 一定是好事的 絕大部分的人的人 都是為他而瘋狂 為佳玲而瘋狂 為陳重青而瘋狂 為陳重青而瘋狂 為什麼呢 成九個月內 賺七億 你那些豪宅 四百萬一棟 你可以雙倍價錢賣出去 還有 因為陳重青 是一個很厲害 即是搭棚的人 因為他神秘 沒有人知道他的背景 所以他很懂得製造一些討論 因為討論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資金 有說是來自於馬可斯夫人 另外一個說是來自於蘇聯人民銀行 我覺得用這些來做討論 是真的很聰明 因為有什麼人可以確認到 這些錢是否來自於馬可斯夫人艾美代 在艾美代 整個馬可斯夫人 整個政府有多瘋狂 我們有看新聞的人都知道 整個菲律賓人民 平均收入一元美金的時候 但他都可以窮奢極始 如果你是正正當當 你說他是問正當的某商家借 或者某銀行借 其實這些是不convincing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是有職 你一定可以追到一條數 你有業績有公佈的 尤其是你上市公司那些 黑錢就沒得公佈了 所以黑錢是多少都有的 還有你是沒得追的 你沒得check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簡直是perfect的一個謊話來的 他自己身份很神秘 所以你不知道 到底他和那些人有什麼關係 他告訴你 他那些錢花極都不願 怎樣才是成金 他的資金來源是來自於馬可斯夫人 來自俄羅斯 你怎麼check 還有大家都知道 雖然那些地方是貧窮 但是只要有權力的人 他們的資源就會無限 還有馬可斯艾美代 其實真的 這位女士這位 但是到現在 他的兒子小馬可斯 又是總統了 那你說這些錢來自他 有誰可以挑戰到呢 沒有人可以挑戰到的 所以這個謊話是完美的 謊話之所以完美 就是因為你找不到他 他的缺口 所以這個謊話就完美 那些人就相信 吹得多大 就相信 那好吧 其實實際上他的錢 是怎樣來呢 借貸 還有發股 發生股 不斷發生股 於是這個東西就會越發越大 越發越大 進來扔錢給他的小股民都越來越多 肯借貸的人都越來越多 於是 好了 那這件事其實是完美的 你想想 是不是完美 那他錢又借到 願意和他合作的財團 我看這些資料 有智地有美麗華 新景峰 全部都是大型的發展品牌 都願意和你合作 因為 別人看你真的做得到 是不是 盤數又行 沒理由不相信你 對吧 所以他除了有金門大廈 買這些赤柱豪宅之外 搞地產 涉獵不同的行業 打橫去發展 然後也說 他在美國佛羅里達州 有810畝的發展區 甚至有酒店 那這些是否很完美 但是這個世界上 我經常都說 天網灰灰是疏而不留的 到最後 令它爆煲 是想都沒有想過 這個系統 只要有水入 是不斷借貸 不斷發股 這個系統是不斷循環 就好像恆大一樣 你有沒有想過恆大 當它一爆煲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 原來是欠2.39萬億 是不是 就是一樣的道理 其實它的本項很少 是不斷借貸 但是它的循環是不斷在循環 只要這個水喉不斷的話 其實是完美的 它是不會破滅的 就算中間的人覺得有不妥的話 他都願意 紙醉金迷地和他一起錄 因為你過橋就濕腳了 但是這個世界上 我會說是天網灰灰疏而不留 恆大就遇上雜大 兼斥 這個COVID 結果水喉就斷了 只要一個位斷水喉 跟著就是一個骨牌效應 就這樣倒下來 因為它沒有東西 還可以倒進去 令到這個系統肉 同樣地 Dining集團也是 到底那時候會遇到什麼事呢 就是1982年的信心危機 這個其實是很有趣的 我找回當年這個是報紙 這個是明報 在1982年9月23日 就是當時的香港前途會談 是當日正式開始 這個是1982年的明報的頭條 但是這個前途問題的談判 就是大陸要收回香港 大陸要收回香港的時候 香港其實馬上出現這個信心危機 那時候的信心危機去到多嚴重呢 我查回當時的舊資料 是1982年的大市回顧 股市反覆下跌 成交量是潤減 恆指是由年初的1500點 去到12月初的時候 跌了超過一半 跌到只有670點 是三年來的最低 還有就是因為信心危機 其實當時的狀況和現在的狀況都是一樣的 即是信心 其實就是大家對前途沒有信心 於是沒有信心的時候 大家就抽資金走 不是沒有錢帶去抽資金走 於是陸陸續續有上市公司周轉困難 不單止 還要是1982年的時候 港元的匯價 港匯的波幅都是很大的 是最低的時候跌過1美元兌6.97港元 後來才是將美元和港元掛鉤定了7.8 才是港元存定的 所以其實美元和港元的掛鉤 是當初救回香港一個很重要的測試 就是一個救回香港 香港經濟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為什麼那時候美元會這樣掛鉤 就是因為你是英國的殖民地 還有你是因為有這個聯合聲明 所以外國社會就相信 你依然在英國的政府 還有聯合聲明是要確保香港 是要一國兩制 所以你說其實那時候沒有聯合匯錄的時候 你想想1982年12月的信心危機 港匯會是跌到6.97港元 如果你現在拔走了這個聯合匯錄 我想肯定是寫藥的寫 所以這件事是不可能動的 提出來動的那班是剩下的 所以我剛才說我看完這個佳麗案和恆大案的時候 我自己的一個很深的感受 就是要再說一次 就是人類在歷史上學到的唯一教訓 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在歷史上吸取任何教訓 永遠都不記得的 你當初救回香港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這個聯合匯率的時間 卻是剩下到6.4% 你有了聯合匯率之後 是一直在7.8%才有今天 你說好不要拔呢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事實上 這就是天網灰灰疏而不留 恆大遇上雜貸 亦遇上COVID 水喉斷了 而陳重青和佳玲同樣地 就遇上前途問題 股市大跌 很多上市公司都出現問題 改港匯的波幅是非常之大 於是沒有了 股市狂射 剛才你也聽到我說 是由1500點射到6000點 即是超過一半又多 你想想還怎樣 survive 加上那些錢其實是哪裡來的呢? 除了在股票市場集資之外 其實他是問很多不同的公司去借 其中一個就是大馬 後來也是一個必須要提的 一個很重要的 即是死得人多的一單 在那裏借錢回來 撐著那個夢幻王國 讓它無限彈 但是因為香港股市 因為前途問題大跌 也是因為當時在大馬政界的改變 原來很支持佳寧政府變成新政府 新政府對於當時馬拉的 叫做愚民財務 他借了60多億給陳松佳 他對這個債務非常之有懷疑 於是後來就不肯再借貸 甚至找人來香港查 第一個派來香港查的那個 後來就死了 他是第一個在加寧案的死亡的人 是一個馬拉人 我覺得馬拉的核數師就是 這個愚民財務裏面的核數師 他一查發現原來中間有很多那些錢 原來是沒有單沒有據 或者文件不齊 你說在美國沒有地 美國有地 他去看過原來是一單冷地 根本就不值那個價錢 於是他就不再批那些錢 但結果他就被人做低了 他做低了的時候 他是在哪裏被人做低了 這個人叫尹巴謙 尹巴謙 他是在香港的 等一會 他是在香港的一間酒店 被人做低了 但做低了之後 他被人做低了 然後把他的屍體混在巴椒林 這個就是大埔虛站的巴椒林 這是居蘭案的第一個死者 還有剛才說 美國的地原來是假的 原來是爛地 然後股市大跌 這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就是天網恢恢 你多麼變魔術都好 人和人鬥都可以鬥得贏 人和天鬥不贏 這是我媽媽經常都說 人和人鬥是不要緊的 可以鬥過你死 我沒得人和天是不能鬥的 然後 還有那個金門大廈 金門大廈就是 7億買回來 9億買回來 10億買回來 17億買出來 9個月賺7億 原來那單是流的 原來那單是沒有發生過 所有東西都是做出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做出來的 只不過是帳面有條這樣的數 而名字也是轉了給私人 所以其實所有東西 包括那8棟的赤柱豪宅 本來400萬買800萬 原來都是假的 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所以我就說 絕大部份的人 腦子都是Empty Head 對歷史是沒有印象的 又貪心的 所以任何的掩眼法 都是可以的 無論是在什麼世代 就算今天JPEG這個掩眼法 都很成功的 小小的JPEG 都很成功的 告訴你什麼都不用做 有十九零星 你都想想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你放在這裡 為什麼會有十九零星 但那些人都是送的 所以人又貪心 又沒有記性 又不讀書 又不記得歷史 所以任何掩眼法 都是成功的 所以原來這個金門大廈是流的 美國的地是流的 然後連我這個赤柱的別墅都是流的 至於後來不是說 股市倒下周轉不力 他想去再借貸 都是問這個月文銀行者 月文銀行不是說 大馬政府一轉了人之後 政治就是這樣 一轉了人之後 發覺新老實 發覺不太對路 一查 原來是欠很多錢 就是找人去查數 結果最後這個查數的核掃師 在香港的麗晶酒店 是被人生死的 最後就是屍體 是棄於大埔區的椒林那裡 到了最後 就是因為這件事 馬拉就發現有問題 就回到香港的廉署那裡報了 報案 於是這件事就養了出來 缺口就是一切在於 如果那時候股市依然是很暢旺 沒有這個信心前途問題的話 我相信陳從青是過到骨的 到底他什麼時候爆煲不知道 但這件恆大 就是他20年 但最後都是有一個限期 最後都是會爆煲的 陳從青是不是五年 如果沒有香港前途問題 他是不是五年那麼短呢 可能不止的 可能是長很多的 但這件案 最後就是死了四個人 剛才說的那一個 第二個就是 一個叫做 溫寶樹 那個溫寶樹 就是陳從青身邊的一個律師 幫他做很多文件 這個就是在尹巴謙謀殺案 開審之前一天 他被邀去問話 之後就發現了 第二天就發現了 他死了在泳池 自己家裡的泳池 但是泳池就死因裁判庭 裁定是死於自殺的 但是死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死得很奇怪呢 就是因為他是協助佳寧去處理金門大廈的 那件事 你不會不知道到底有錢還是沒有錢 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你沒有了不知道 他被發現的時候 他被淹死在家裡泳池的池底 頸上有一條尼龍繩 上面還綁住了一個混泥土的蓋 但是最後死因被裁定是死於自殺 第三個死者是誰呢 就是一個法官 就是處理佳寧案的一個外籍法官 那這個外籍法官 當時已經被整件事都說他很偏頗這個佳寧案 那你很偏頗陳松青又怎麼會死呢 又是不知道 但是這個法官 就是當時又有說 就是他處理佳寧案 他很偏頗這個陳松青 當時佳寧案的法官被當時的大律師公會 是譴責說他是嚴重損害香港的法律制度 他是被要求辭職的 但是據聞呢 其實他都代了不少錢走 那到底這個人是不是收賄的呢 就是沒有證據 但是沒有理由的 就是他這麼偏頗這個佳寧案 那到最後 他為什麼會在 就是他在英國死的 他是死於在英國的 他是在意外撞車死亡下 全民就是被滅口了 而第四個死者呢 就是劉德華他們廉署的角色 因為呢 這個金手指 這個梁朝偉 就是重演陳松青 那我也說了 陳松青其實你在網上找他的相片 其實不太多 但是呢 僅有的相片 就對比一下 就是梁朝偉那個扮相 有幾次的 就是那個造型 真的做得很好 那種的瘋狂 狂妄 那種的囂張 那種的囂張 那反過來 劉德華這次就是做廉署的調查員 那當時呢 其實調查佳寧案裡面的有一位 的廉署的調查主任 後來是自殺身亡的 但是整件事你會覺得 為什麼呢 他今天還在調查 明天就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 自殺身亡 但是 除了這四件事 除了第一件事之外 其實三件事都找不到 就是 都是 好像死於意外 那樣 就是沒有可疑 還有全部 所以 這件事才是最奇妙的 發展了這麼久 收了十幾年 橫跨很多地方 因為他在很多地方都有投資 可以數一數給你們聽 那些地方是牽涉到 有巴黎行動 有港英聯合行動 等等 然後去不同的國家的地方 去取政 馬來西亞 等等 去了那麼多地方 查的銀行 有很多不同的國際銀行 有不同的歐洲銀行 搞完一輪之後 到最後 陳重禎只是判了三年的詐騙 還要在基留病房 倒流了一年半 之後就出來了 之後當然他是深居簡出 也都沒有什麼人 publicly見過他 除了之外 他還有一個cord case 關於一批的鼓動 這個就不說了 但是 整件事 其實 那些人 你都會覺得 obviously 他應該是 因為這宗案被人做低 但是是一點證據都沒有 一些證據都沒有 那 搞了那麼大堂的事情 騙了那麼多錢 那麼多小股民 這個 算手難腳 就是這個 損失那麼多的錢 他都只不過是坐三年的詐騙 一個謀殺 跟他都找不到任何關係 所以 你說這個 是不是很戲劇性呢 那我們都很期待 電影裡面 又如何去交代 或者會不會導演放一些 他自己的角度 進去 去嘗試去理解 這一件事 為什麼 會跟 單一件事都跟陳重青無關呢 這個的佳寧案 四條人命 跟著無數股民的選手 審了十幾年 所有的東西都 還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那麼 有疑問才好看 這一套東西就夠drama 那麼 很期待在電影裡面 到底 導演 或者編劇 會不會在這麼多這麼多的問號裡面 嘗試用他們的智慧去解答一下 可能這些都是wild gas 都不會是真的 所以我說的 就是 其實你會看到 恆大和佳寧 其實是很遲 大家都是 搭到台很大 然後就是不斷用借貸去發展 有很多東西都是明不符實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完美的cycle 來的 當它還沒篤爆的時候 但一篤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你欠人是這麼多錢 你不是全世界最大的富豪 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債仔 那 但是 這個 捉爆 其實就不是人為 去捉爆它 就是真的是一個天意 就是 真的是一個天意 所以都是我媽媽說的 人跟人是有得鬥 人跟天是沒有得鬥 那你說不是是天收它 那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回來 在中東回來再和大家見面了 拜拜